民進黨 國民黨都各自評估了全台選情 國民黨怎麼估 我們來看一下國民黨怎麼估 國民黨的估法 國民黨的估法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曾永泉說 只有嘉義和屏東是基站區 其他都很有可能會贏 沒有 他有分了好幾層嘛 不是 他說唯一是這樣 屏東跟嘉義縣市他們沒有辦法 危險的艱困 對 危險 他說艱困選區 然後前面那一個有沒有 他前面不是還有一個層次 是四個縣市 他都分四個層次 不是 其實三 四個層次就是艱困選區啦 他把第三個層次拉到那邊去 根本就是 就是根本講假的嘛 他認為安全的有哪些 他認為安全的喔 他認為安全的大概 原本的他六席他都認為安全啦 他原本認為六席都安全嘛 所以是 但是他的六席認為安全 但是我們認為新竹縣跟台東縣 台東縣未知數 新竹縣是很有可能輸掉啦 對啊 舞蹈機也可能 新竹縣也不會是你們的 現在輸掉也不會是他們的 很可能是徐欣義拿掉嘛 所以他是非常樂觀的認為原來的六席都是安全的 好 危險的他認為只有屏東和嘉義 屏東跟嘉義是沒得救啦 那個講白了就沒得救啦 那個就玩完了 也不會贏了啦 其他的基站區他也認為很樂觀 其實基站區喔 其實他第二層的比較值得討論啦 他把台中啦 高雄啦 擺在第二層啦 然後裡面大概 新北他們是擺在前面穩定一點的啦 然後台中 高雄 還有嘛 那桃園什麼 還有台北 還有台北 台北啦 那桃園什麼都擺在 其實他擺在第三層 那個都台南啦 台北放在第幾層 台南 桃園 他擺在第二級 他擺在第二級 是有機會的那一個級叫第二級 第三級跟第四級 我根本壓根就認為沒機會啦 總共六個縣市啦 那個民進黨是頒不倒的六個縣市啦 那其他再來談嘛 那就是他把 他把台北也列在第二級 那曾永泉的算法是 很幽默的啦 很幽默 他就認為丁手中有30到30幾嘛 換算成選票 我們換算成選票就是 他會依據過去的投票去修正 以民調來推估他未來的得票 他會變成42% 他要42到44%嘛 但是他又希望呢 他最有趣的是 我聽不太懂這一段 明明民調是30幾 為什麼投票 因為不表態的要把它剃除掉 因為不表態的要剃除以後去轉換成語選票 可能 他們不表態裡頭可能會投有投票的 大部分我們可以1.3點多啦 1.5啦 就民調數字所以1.3點多去換算成 可能 未來可能的選票 所以他換成選票的話就是42到44% 好 那我懂啦 好 那現在出現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還幫我們民進黨預估說我們會20% 18%到20幾% 所以換言之是什麼 民進黨你要拿到18%到20幾% 聽手中才會贏 如果依這個基礎算 所以你知道 我有一次碰到一個朋友 他跟我開玩笑 他說 要支持丁丁的 千萬不要支持丁丁 要支持丁丁的 要去支持姚文志 因為只有姚文志上來 丁丁才有機會 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姚文志的民調要夠高 丁丁才有機會 姚文志如果民調上來 誰的民調會下去 柯文哲 柯文哲要下去 柯文哲會下去 那柯文哲下去 丁丁才有機會 丁丁就相對於柯文哲變強了 你知道 丁守中要變強 所以他邏輯上認為要支持丁守中 就是要支持姚文志 不是不是 所以丁丁要贏 要靠民進黨 你原本要投給丁守中的票 你跑去拿去投給姚文志 是沒有意義的 是姚文志要從柯文哲那邊 把綠營的票搶回來 柯文哲的場位下降 真的 國民黨和秘書黨很幽默 這種坊間說法 當然不是說把票移到姚文志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要去縮票 你就拿姚文志縮票了 綠營的票你會縮回來 真有權是告訴我們一個訊息說 如果要讓丁守中選上 就是民進黨要加油 民進黨的這個姚文志 如果票中高 金守中的勝負在民進黨 對 對 應該這麼加 這樣講就比較重要 但是有一個最大問題 為什麼說他幽默 你知道嗎 因為 清明黨在台北市的選票 大概5到6% 5到7 8% 當初40.81 連勝文的得票率是含清明黨的 這一次清明黨的主席 宋主義是拉著誰的手 喊當選 柯P 何文哲 所以你清明黨的票 還能算在綠營裡面嗎 藍營裡面嗎 算在丁守中嗎 如果不能算 你連勝文當時40.82的時候 你還要扣掉大概5到6% 所以他基本盤 現在只剩下35 34而已 所以他的未表態裡頭 其實有盲點 就是清明黨的票 應該算到誰身上呢 所以義福哥說 信用權的算法蠻幽默的 那民進黨怎麼算 我們比較保守估計 現在執政現在是13個 我良心講 這個宜蘭我們還有一段落後 這一段落後要補 當然要很 宜蘭是危險區還是金山區 當然是危險區 危險區 我們不能講那個 違背良心的話嘛 我們自己內部民調 一定是為了要提醒自己嘛 不是拿出來唬人的嘛對不對 我跟國民黨做法不一樣 所以我要看到說 我的民調目前的狀況 穩定區大概有8個 一路從基隆到桃園 新竹市 所以宜蘭是危險嘛 穩定的來 我們先從穩定來看 穩定從基隆市 基隆穩定 桃園市 然後清竹市 穩定 雲林縣 雲林縣穩定 嘉義縣 穩定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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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高雄市 高雄市你確定 高雄市你們列入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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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列入選完大家都打問好 很確定 好 不用懷疑 高雄市 還有屏東縣 屏東縣 所以 民進黨評估高雄市穩定 屏東縣穩定 對 相信我 我的民調不會騙我自己 那台東呢 台東呢 是五五波 現在確實是五五波 期待說可以打到五五波嘛 那但是眼下有四十天左右的時間 是有可觀喔 那台中呢 台中呢 現在 看起來侯友宜不想年輕票啊 所以他完全就是不想辯論了啊 那這個來回之間會有變化 台中 彰化 我現在要講 台中 彰化 嘉義市 這三個呢 是領先 但是領先幅度不夠大 我必須要講 是領先 但是領先 歇為大 歇為領先 那所以這個表示說 所有的這個執政的候選人 自己要再加大這個力道 一份民調 兩種解讀 還是各自有不同民調呢 誰讓公民黨和民進黨的 預估和評估 確實有很多的矛盾之處 好 緊接著帶你來關心的是 財經話題 油價 真的有可能 漲500 甚至來到200 甚至看到400 甚至看到400 這樣日子怎麼過 土耳其調查人員 終於順利進入 沙烏地阿拉伯領事館 著手調查 華郵記者 命案真相 美國國務卿 龐佩奧15日 也搭機前往沙國 了解進一步案情 而美國媒體 引述消息人士 沙國記者哈少吉 消失兩週後 案情似乎 就要出現重大進展 CNN表示 沙烏地阿拉伯正在準備的報告 結論很可能指出 這場審問記者的行動 是在未經許可的狀況下進行 是涉案人員自作主張 才會導致哈少吉意外喪命 王氏並未涉案 毛頭指向川普所說的流氓殺手 但川普先前就放話 要是記者真的在領事館喪命 會追究到底祭出嚴懲 沙國也揚言報復所有制裁行動 恐怕會讓石油價格 飆到200美元 甚至可能翻倍 記者命案是否會因為 顧及美國龐大利益 讓真相石沉大海 答案忽知欲出 這會不會嗆到有點誇張 嗆到400 這是在說氣話吧 油價什麼時候 曾經看過400 沒有 油價最高是147.27美元 所以你說看到三位數有可能 看到400應該是火上嗆聲 其實理論上來講 因為美國的那個業員油的成本 已經降低到每桶38元 38美元 所以理論上來講 油價合理 要超過110的機會應該不大 但是目前來講 因為美國就說我要制裁你 因為我一個那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竟然在你們的大使館失蹤 而且是聽說是被你們的王族 沙爾曼殺了 這事情大條了 對 騷你怎麼沒來講 這開玩笑 你說我嚇死人 這還得了 那我要拿出我的石油當武器 我跟你說 不排除石油起到200至400 看你撞不住就撞不住 但是美國也是見面 因為美國現在 它的業員油 它的儲量跟它的存量 跟它的開材量 它都已經有夠了 它沒有在怕 所以我認為雙方在放話而已 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 但是主要 會長 因為第一個 美國現在跟伊朗制裁 那伊朗的石油輸不出去 它只有中國跟它買 那現在如果沙特阿拉伯它減產 它又聯合 因為沙特阿拉伯去年它去哪裡訪問 去蘇聯訪問 蘇聯也有照片 我們說得好 你檢查我檢查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 包括那個西德州的一個原油到72.7 不簡單 已經弄到72塊 布蘭特原油已經到81.92 所以理論上來講 現在全世界都要看 石油萬一 這些人嚇到那些 所有的物價會被帶動上來 這麼很擔心 有沒有可能 2008年 油電雙漲通紅壓力 又重新惡夢在線 現在因為我們的石油公司 我們中國的石油很天才 最近 最先動漲 對 所以很多人說 跟我們沒有關係 跟他去到幾百 不能忘記 選完之後 是不是會解凍的 對啊 解凍一次漲 我們還會動不掉 穩定物價動漲到年底 而且還特別講說 這不是因為選舉考量 你說那個三位 三位小孩也知道 你的選舉考量 你親愛公公 你下來 下的偏空 人家也知道 你的選舉考量 兩千塊八年就這樣 你自己把他壓壓壓 都穿著壓力鍋 你把他壓壓壓 都不會讓他透開 發出什麼 然後把他壓起來 然後把他壓起來 兩千塊八年 五月二十萬元就就成員 五月二八 九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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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天就起了 七月八 九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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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馬政府也是 馬一九上任之前 阿比亞動長 馬動長 馬動長 阿比亞動長 阿比亞動長 馬政府期間呢 有因為選舉動長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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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他八 八天而已就開始馬到他 十二 馬上去十二八 七月車 電就起來了 因為電比較慢 油比較快 電十二八 七月車 油都起四八三 十五月車 電都起 電都比較慢 因為電視界 電好就要買油去發電 都起十二八 這樣丟一個油電雙漲 本來 只有五月的 通話部長多少 五點八 結果到年底 豪格代 最多一百四十七 兩頭六 一百四十七 那年統衛部長本來要抓起來 結果整年來玩起來 變沒有抓起來 但是也是很恐怖 那年所有的物價都抓起來 第一個什麼木瓜 木瓜去83% 金椒去76% 新鮮 我們那個蚵仔去67% 所有的我們吃的東西 用的東西 都去差不多20% 所有的物價 整個都抓起來 和衛生紮什麼 整個都去 酒油啦 什麼 起膏啦 洗三粉啦 洗三膏啦 整個中去 都20% 這這樣走起來的時候 大家想說 啊是啊 議長男爹 因為我們今年議會在唱衛生紮 是不是又來了 去想到民國六十二年 因為我們在唱衛生紮 第一次是因為石油危機嗎 對 第一次的那個中東戰爭 我們在唱衛生紮的時候 竟然上了紐約頭版 大家想說 台灣在唱衛生紮 台灣是不是欠不住 他見面啦 台灣人輸人 人不輸賺 輸賺看面啦 他們人家回來說 欸 阿冠 人家在隔壁 那個村太太要去唱 人家隔壁 李鐵太太要去唱 你為什麼不去唱 來 我才不用 把我開出去 把我唱兩聲我回答 那是輸人不輸賺啦 第一就是收到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那這個畫面是當年 這古早以前也是在唱衛生紮 真的啊 都在衛生紮 都在衛生紮 大家想說 那這麼愛唱衛生紮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畫面 是第一次石油危機 這是在民國六十二年 對 當時發生石油危機 同樣引發了通膨疑慮 同樣的衛生紙搶光光 對 民國 1970年民國六十二年 就由一塊 去變十塊四角 你知道我們台灣所有的物價去多少 只有那年 二點八倍 兩百八十趴啦 兩百八十趴 那衛生紮 細胞的一包 為十塊 一天起到變十四塊 所以你就有錢買不費 陽春免為兩塊 起到變五塊 那是民國六十二年 那時候沒辦法 只有那年的通貨目中 四十七點五趴 平均的通貨膨脹四十七點五趴 那時候蔣經國說這樣沒辦法 國務院要貼身 貼二十趴 只有那年的貼身貼二十趴 所有的起膏啦 因為你現在衛生紮起來 起膏啦 起膏啦 起粉啦 再來所有的 你技能品啦 豆油啦 味噌啦 整個中棄 那些全部都棄了 就是通貨目中 通貨目中下去 就是表示你的錢 求水啦 你的錢消風啦 你的錢補掉了 你的錢補掉了 補掉了 政府給你補貼了 所以國務院要先棄貼 棄貼的時候 你民間沒辦法 你棄就不行了 你本來就通貨目中 你棄貼 他都棄了一次 你都棄了他都棄了一次 所以變兩人在那邊飆車 你知道嗎 好 告訴你 就來酒油通貨十個尺 跟路回來三個尺 大家穿著去 第二年都棄了 尤其第二年 通貨目中 我們國內的通貨目中 十八八 沒辦法 都棄了 所以國務院就是 那個時候以前 他們的薪水很低 你知道嗎 他們的薪水在民國 三年的時候 薪水平均人五十趟 我們如果剛才大學比 要扣掉 兩千兩百六十二塊 結果八年以後 六十二年到八年以後 七十一年 已經 多少 一萬空八百二十五塊 八年起三點八倍 就可以想見 物價當時有多恐怖 很飆漲的速度 對 你想說 我八年前領兩千幾塊 我現在領萬幾塊 我比你更多 你的鏈頭 那就是貨幣虛幻 你知道嗎 真的貨幣虛幻 那個東西根本就不一樣 你的購買力沒有增加 那是貨幣幻覺 那是錢越來越補 對啦 錢都要補 小風錢都要求水 所以我們現在最怕是說 這次萬人 美國跟三個條在那邊 真的蹲起來 如果抓起來 抓到那裡的時候 你現在中油 你怎麼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是呀 你剛剛最近五個月 就去多少 去18% 7.5了 你現在走到我去 去掉下去 我就學到你真厲害 你如果這樣去不下去 會不會像是壓皮球 壓得越扁 然後說彈得越高 是呀 你選舉過在那裡 你剛剛說到那裡 12月30日 我們11月20日選舉 要當五個月 你不要告訴我 11月20日選舉之後 12月25日 所有的都去 我是覺得他們直接 在11月25號解凍 這樣就 那就是司法招 司法招之心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 真的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國際性的 我們台灣 百分之九十七 都靠近 你如果記不住 到時候我中油 當事長 你就會 可能大家就要拚 那這一次會嗎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小心 通紅怪獸會不會又來了呢 好 緊接著娛樂焦點 非常有意思 帶你來關心的是 當年媲美溫莎公爵愛情故事的 王文陽和呂安妮的愛情故事 竟然變了調 當年 只愛美人 不愛江山 當年 呂安妮還上了萬言書給王永慶 當年 這一樁愛情故事 轟轟烈烈烈 想不到現在兩個人 竟然要 對不公堂 謝謝大家關心 你對王先生這些指控 你有沒有人要反駁的 他是不是對你有點認會 你覺得呢 兒子有到英國去念書了嗎 被大批媒體包圍追問 呂安妮顯得不自在 會出題 因為他 我幫你做證嗎 會不會想念爸爸 要不要簡單說明一下 好 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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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不過早十分鐘離開 他是呂安妮十九歲的 兒子王全力 也是紅人集團總裁 王文陽的妖子 王全力害羞的一下 用手擋臉一下 撥開蓋住眼睛的瀏海 跟兩年前比起來 他的頭髮長了 臉頰也略為銷售 目前他英國念書計畫照舊 只是沒想到父母的官司 意外讓他 再度成了美光燈下的焦點 三零新聞綜合報導 看到王文陽和呂安妮 會在法庭相見 突然覺得愛情是什麼 這個被 東初 東初 海事山盟 為了呂安妮 他可以不要台宿接班人的位子 當時大家說 這不就是台版的溫紗公園嗎 就是啊 只愛美人不愛江山 轟轟烈 結果 愛情是什麼 這次是王文陽 故意兩條罪 你知道嗎 他當他什麼 妨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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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一年看不見我兒子 整年都看不見 所以我兒子已經失蹤我兒子 他可能涉嫌到這個呂安妮 呂安妮是我女朋友 不是他太太 可能妨礙我兒子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 對 但是孩子有認過去這樣子 所以第一告他妨礙自由 就是我兒子 這告刑事 憲不到了 我兒子 對 一年多沒有見到面 第二告迷世的就是受教剝奪權 受教育的剝奪權 為什麼 小孩沒去上學嗎 他現在十九歲 我跟他報那個英國 帝國大學 是我那時候讀的大學 我王文陽讀的 我們王權人也讀那個大學 王權利也讀那個大學 我跟報名通過 已經申請通過了 怎麼沒去上學 我錢都要搞去 還沒去上學 實際上很奇怪 所以我個人兩條罪 刑事名是同時給他告 這個名字可能大比較陌生 王權利 王權利 我們剛剛在畫面當中看到 已經長大了耶 是 十九歲了 十九歲了 王權利是王文陽 還有女安妮的兒子 但是大家對王權人比較熟 我覺得王權人 今天跟這個談戀愛 明天跟那個離婚 對… 王權人跟王權利 所以如果照排行 都叫全自備那裡不一樣 我跟你說 這也是王文陽要告 王權人的泉是泉水的泉 聽起來也一樣 所以這也是王文陽要告 裡面一條 很奇怪 剛才說沒有去找人 你會說一年半沒看到 現在他要告的時候 因為要寄法院通知出去 洪翠緯 為什麼 沒找這個人 因為已經沒有王權利這個人了 名字改了 所以他把那個泉字改掉了 對 因為他們家都要叫泉嘛 因為他們應該是泉字被 就是那個泉水的泉 泉水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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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是九歲而已 他們才知道這個 所以王文陽是泉 他忍無可忍 不然我不會去告他 在一起好歹也是二十多年 所以這一告 驚天動地 大家說 當時 像你剛剛所講的 溫莎公爵瑜這個夫人 這樣告成這樣 一告兩三條罪 所以今天第一次 就是說母子兩個人首次出庭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偏偏美少年 第一次看到長這麼大了 為什麼說他很有才華 你知道嗎 之前小時候因為很會拉提琴 拉琴 王文陽為了要寵這個兒子 為了要 就是說他跟朋友講說他是天才 因為他爸爸幾年級的時候 才去練大概半年 就可以進階到第五 什麼五級八級這樣 他去買一把世界第三個民情 花五千萬 買了一把小提琴給他 五千萬就把它花下去 因為我兒子可能是 未來是個天才提琴家 他很會拉 拉得非常 我就買下去五千萬 一台小提琴 一支小提琴 還送去英國 學過琴 後來學啊學 他說他現在很 他說我後來很怕我兒子開口 跟我再要琴 因為有一次兒子說 爸爸這把琴好棒 我很想要 一看 二十四億 但是那次沒買下去了 五千萬就買了 二十四億那台沒買了 那為什麼他們會走到今天 對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消息出來 就說他們兩個分居了 當時逼到這個紅人集團的 發言人就出來說 我們正式有兩點聲明 2003年就沒有跟呂小姐住在一起了 那個玉智院買了之後沒有住在一起 所以早就分居了 對 不是新聞爆發的時候才分居 不是 沒有分居 因為從來沒有住在一起過 所以不叫分居 從來沒有住在一起過 所以不叫分居 要說清楚 再來 2007年我們總裁單身至今 所以你看 2007也就是說他老婆是 所以呂安妮從來沒有扶證過 對 她的原配陳靜雯是2006年過世的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說 我2007年單身至今 所以她很守真守截 但是也就是說 其實他們說他們其實有 你看2003嘛 就已經沒有在住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不能稱她為婚變 應該稱她為情變 情變 那情變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其實呢 這樣說起來 因為你知道嗎 她在我們剛才說 2007年 因得都我單身至今 可是人家20072008到2010年 都有人看過王文陽 帶呂安妮去出席一些公開的活動 你知道嗎 而且還有跟她介紹說 旁邊的人介紹說 這是總裁夫人 王文陽也曾經跟她講說 這個是我夫人 這個安妮 安妮小姐我夫人 也這樣介紹過 所以這個關係其實是蠻糾葛的 但是有一個關鍵就是 在2011年 那一年是很重要的 一年是什麼 因為他們的大房 叫王文蘭的過世 留下了200億的財產 那這才因為大房沒有兒女 所以就由王文陽來接管 來接管 接管之後王文陽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就平均分配給子女 她兒子他都跟王全人嘛 幾分嘛 她女兒也幾分嘛 她女兒跟她兒子幾分 她女兒 因為她特別寵作的公主 你知道嗎 皇帝都是寵公主的 公主分到150億 200億公主就分到150億 我高興啊 我喜歡公主啊 對不對 我們看那個宮廷劇都知道 我喜歡公主啊 皇帝也喜歡公主 王文陽女兒分得比她兒子還多 對 好 當然我們再想說 好 剛剛出現這個叫王全力的 這是李安妮生的嘛 王全力分到多少 6億 我6億 所以王全力分6億 11億 王思 王思涵 王思涵 150億 好 然後我們算一算 就大概知道 王全人分到50億 四五十幾億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她也給李安妮也有6億 所以她們母子兩個人合起來12億 所以她也有給李安妮6億 對 所以母子12億 所以合起來也不到王思涵的10%都不夠 才10% 也還不到10% 所以是為了錢嗎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也就是說 好 如果說 你覺得這個孩子 你有認他是你的親生兒子 但是 本來翻起來 怎麼會差這麼多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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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